夜幕低垂 当大伙都回到家中用餐休息之余 那人有部分义工在法会现场 为了隔天的法会努力布置者 其中南部地区的十方法界谈成 警场是钱家俊师兄 蔡淑敏师姐两位贤抗力 带领着凤山中心义工 细腻和谨慎布置者 拜一个心 赐心作佛 集信集佛当下超度 是不是现在都这样 彩我念佛当下解脱当下超度 师姐这些设计是谁设计的 全师兄 你不要说全师兄 你不要说我的名字 我说全家俊 我说全师兄 这理是你设计的 白十万把这都设计的 菩萨加持的 为什么只剩你们两个 因为连续好几场的法会 早上一空来整天了 后面也有三天的法会 这样一空太累了 所以今天只有我们 十方法界坛成的图案 通常都是由钱家俊师兄设计 一个法会 有专属的十方法界 文有重复的 这个钱家为什么晚上不吃饭 因为他为了拍吃饭 把家到一个礼拜就 十八关再切了 法会中 中年的十方法界坛成 是经过昨天晚上 四个小时的繁复的程序 所完成的 慈悲的海他法师 在法会最后 带领信众 在十方法界坛成前做回向 利益无数无边众生 同样的 在其他各种法会现场 都可以看到钱师兄 及署名师姐 带领凤山中心义工 布置的十方法界坛成 他们两位亲力亲为 将庄严的十方法界坛成 呈现在法会中 实质碎末 前家俊师兄 以及署名师姐 为了慰绕义工们的付出 加杰斯旅饭店的Double Veggie 秋时百会举办的碎末感恩餐会 各位义工菩萨 各位师兄姐 阿弥陀佛 那今天我们非常感谢 节师旅的老板老板娘 让我们在这边 来做碎末的联礼 让我们在这边聚餐 也非常感谢 我们各位义工菩萨 我们在过去的这一年来 给我们中心非常地佛气 尤其是我们中心所做的这个破阔 做念 老人关怀 跟中心 我们慈悲职业活动 我们在推广上面 没有什么障碍 还有感谢我们 凤山中心长久以来 扶持的功德祖 也有很多二天 讲这个祖 功德祖代表 嘿嘿嘿嘿 拍摄 那我们在这一年当中 虽然没有做非常大的事业 但是我们默默地做 我们在做师父教导我们的 这一些慈悲的事业 我们都是在利益中心 我们对中心所谓关怀 我相信 我们每一个人心里 人们说的是 寒天淫冰水点滴在心头 我们自己也都感受得到 佛菩萨的加持力 一定会在各位的身上展现 那你的付出 你一定会得到一个收获 就是佛菩萨跟我们说的 你在心里面种下一个佛种子之后 那日后一定会发芽 那我们现在就是在催芽 要把它催到我们的生意 快来成熟 我们在催芽 所以我们在下一个年度 让各有老人关怀 还有爱心便当这一些 很多师父教导我们要去做的 我们没有做得很完善的 我们都在新的一年当中 我们要努力的去做 除了扶持凤山中心之外 当然也要扶持我们所有 这个佛教事业 让我们佛教会越来越好 然后在师父的领导之下 让我们自己越来越好 也可以应用到我们师父说的 应用到我们身边的人 让他们可以跟我们一样 可以越来越好 因为每次跟师兄师姐他们去出任务 其实看到像最近去老人关怀 其实在现场我们给他们的关怀 他们很感动 也很高兴来到凤山中心 出席参与更多的慈善志业 谢谢大家 师兄师姐阿弥陀佛 在这里感谢师父慈悲 还有菩萨慈悲 然后千年让我有这么好的道场 可以来这边行菩萨道 利益众生 做佛事跟普佛 希望新的一年里面 所有的义工 还有负责人前师兄 淑敏师姐 所有义工身体健康 圆圆满满 阿弥陀佛 师兄师姐阿弥陀佛 感谢前师兄 我都叫他千爸 还有最近也孙明师姐 我都叫钱妈 让我有机会在凤山中心 帮助别人 从钱爸、钱妈的身上 学到很多东西 也希望众位、普佛 每个人多多参与 这是一本很好的修行的课程 每个人都会遇到 各位菩萨阿弥陀佛 凤山中心有几个特点 第一个就是 大家做的话大家都很会做 只是说话的时候就比较不会说 就是像我这样子比较不会说话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呢 钱师兄他虽然姓钱 但是呢要请各位多多资助 因为是没什么钱啊 然后呢 那个蔡淑敏师姐 蔡淑敏师姐的话 他虽然姓蔡 但是他工作超认真的 所以不是随便庆庆菜菜的 我就觉得这是我来凤山中心 这几年的一个感触 那也希望下一年度或是以后 海涛师傅能多多在国内多弘法 因为我们身心灵很脆弱 希望海涛法师能够在国内多多在弘法 谢谢各位 各位菩萨阿弥陀佛 祝福大家在新的一年 那在念经这个礼佛上能够更上一层楼 那也愿大家离苦得乐 同正无上菩提阿弥陀佛 各位师兄姿姐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算起来连头戴尾在凤山中心 有服务了十几年 明知道这个没有退休金的 但是我还是做得心甘如瘾 非常的快乐 主要这是中心给我们一份 贡献自己的时间力量 来服务各位 那另外一个也感受到 我们中心的负责人 前师兄跟淑敏师姐 两个贤康力 感情不错 都非常为我很照顾我们这些义工 然后呢 一个在外很认真的赚钱 一个在内很用心的 在经营我们中心的业务 所以我个人对他们两个夫妻 也心存感激跟感动 谢谢各位 各位师兄姐 阿弥陀佛 很高兴在这个体系 凤山中心跟各位师兄姐 一起来做佛事 那也跟大家做学习 那感恩师父给我们这样的一个机会 这样一个姻缘来一起共善业 一起做佛事 那新的一年祝福大家吉祥如意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海涛师父的义工们 大家好 大家好 好 祝福大家身体健康 福贵满满 还有大家努力地学习佛法 还有师父教导我们 在家里要做 私食 我天天在做 而且一辈子都会一直做下去 要慈悲众生 不只要爱我们的不动 还要爱他们 所以我们要努力地做 不要忘记 但是听到刚才这样 我肯定要送你几千万 你知道吗 这个叫千万 要说国语得更痛 千万要努力学佛 千万要照顾好自己的身体 千万要好好的当义工 还有一个千万 就是千万 要对着书的脚步 我们这边 师父 现在很早 法师像我们师父这样子 来到外面 这样走 一个正法的道场 现在是很不容易找得到 各位 就是我们师父 讲的 各位可以来到这边 当义工 是我们得是 过去有造了很大的善业 发了很大的心 才有可能在正法的道场 来这边当义工 所以各位 一定不是平凡人 这样才不知道 跟各位互相勉励 我们再继续做下去 越来越精进 然后我们做的都是 不只为众生做 师父讲的 我们为了众生 去做 也是到最后是 为了你自己在做 所以我们 发了慈悲心 来到这边当义工 我们可以互相的帮忙 互相扶持 一起来学佛的路上 一起来当同行善友 感谢各位 阿弥陀佛 时光临机会此地 华界众生皆得意 慈悲息色无量心 国家宁被团好心 互相扶持 心情精良 慈悲喜捨 不悔裝掙扎 新年快樂 何禮何禮 祝天新大禮 耶 各位菩薩歡迎大家來參加我們歲末年終聚會 那今天其實我很高興是這樣 因為我下午不在 很多菩薩一樣去榮民之家關懷也做得很成功 其實新出於來是最高興的見識 祝天新大禮 拉花今天是用海濤基金會的 那個師傑來這邊看望你們 我們先來唸佛好不好 唸佛會讓我們大家身體更健康更平安 所以我們一開始